我以前家来台湾也是 因为家里很贫穷 家来就是希望 我妈妈爸爸生活能过好一点 几年之后我妈妈开始生病 我就开始教她电瓶甩 她慢慢感受我 我对她的好 对她的孝顺 她就很感动 我是外籍新娘 我是越南 家来台湾 因为我家师兄 他身体有受伤 常常去给中医师看 他常常骑这样子 然后有一天早上 他去广播 广播听到师父开始 他好感动 然后他就马上去报名 练瓶甩工 有时候我看他很累了 很累了怎么会 起来半夜了 起来练瓶甩 他练这个瓶甩好认真 而且他也没有去看医生 中医师贴一块两块三块这样子 瓶甩看起来很简单 可是怎么那么有效 然后我就练看看 我没有这个能力付这个钱 然后师兄看我很有心 想要学 抱一个红包就可以进去学了 我就很开心 我很珍惜的去学 然后没想到我就喜欢上这个美门 然后喜欢师父 哇师父这么好 然后传给大家 只要有心就可以练 当初我学就是有一种感觉 我说我学了以后我要回去娘家教我妈妈妈 我以前家来台湾也是因为家里很贫穷 家来就是希望我妈妈爸爸生活能够好一点 几年之后我妈妈开始生病 我就开始教她练瓶甩 她慢慢感受我 我对她的好对她的孝顺 她就很感动 她说啊非常地感谢师父说 师父怎么那么好把我教这么好 对她那么孝顺 一点一点的关心她 以前她没有教我什么 可是现在回过头来 我还去教她 她感觉非常地感动 我又没有什么读书 可是能听懂师父的话 能落实去做去帮助别人 忘记自己的那种欲望 都是去帮助别人去关心别人 她说哇师父实在是太了不起 她就每天早晚都会感谢天地感谢师父 以前我会出门 我不敢抬头看人家 因为我很怕人家知道我是外籍新娘 而且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跟人家讲 跟人家问候 我觉得我很自卑 我很沮丧 然后因为我家师兄长上说 我不认识知他有一种希望 在师父这边教导我 以前我没有受过的教育 然后慢慢练这个师父的功法才会 慢慢会那个内心啊就是有一种感觉 就是啊我不能这样子 我觉得我要努力去学习去进步 也不会辜负师父的那一番好意 我要进步我不能原地踏步 平常师父的鼓励我说要去发言 你发言跟人家分享你的内心才不会发言 我家师兄觉得我做到这样帮助人家好这样 他觉得太厉害 他就称为长行叫我仙姑 我就也是有一个那个启发的感觉 既然他叫我仙姑 我不能当一直这样仙姑 我要来台北要全职义工 要去帮助更多的人 我才能变成真正的仙姑 要不然我会变草姑这样子 我很想来台北做义工 可是我没有能力没有钱 然后师兄师姐就是很有那个爱心 然后帮我出钱来台北学习 所以我这个我非常的感恩 我不会辜负一些师兄师姐曾经帮助过我 师父很辛苦 师父一直讲心法给我们听 往正面的想往好的想 你才会有好的给你 当然你常常想的不好 当然那个不好的一直来一直来 然后我听师父讲这些话 我好反动好反动 我说我要去改变自己 不能让师父那么辛苦 我真的心里很疼师父 所以我要进步 我去跟大家分享 我们一起来护持师父 我们去有利出利 有钱出钱 让这个师父的瓶水工 去帮助很多很多人 在这边我很感恩师父 因为师父他不眠不休 一直带师兄师姐那种 我看到我最感动的感动了 所以平常我做每一件事情 我会想到师父 所以我就很落实了去做好 我很喜悦 我就说好 我好好的来这边跟着师父一辈子 我自己学习 我一定要变成那种真正的仙姑 去帮助很多人 我这个我真的要做照的 我真的要做照的 我好想到你 我还听我吗 en